好 不只是八月 會不會其實要先聞到九月的香味 是不是就是蘋果香 說剛剛提到蘋果股價 昨天反而在美股大跌當中 修正當中沒跌到 還抗跌 就是準備要出刑期 現在消息面是說九月中旬 大概十幾號 十三號左右吧 記得有發表會 要登場 他九月一次 十月還有一次 兩場 這次他敢加大這個備貨量 大家就想說很奇怪 大家都在這邊擔心前景景氣不好 結果蘋果要加大備貨量 所以看看臺股當中 很多瓶蓋股 今天大跌的白點當中 這些個股居然還紅通通一片 看到什麼藥華 中光電 晶圓 玉晶光 再來看到有加聯 亞光 這些個股在走高 但是瓶蓋股當然很多 我們要怎麼挑 指標股的部分就可以先來看 但是先看指標嗎 我都先給大家看指標 第一個指標也要比較大量 第二個指標性有指標性 所以大家就可以把它延伸出去 比如說鏡頭 你就從大力光到玉晶光 你就這樣延伸出去 那台積電就會也會延伸到 其他其他的一個產業上面 你看台積電我就選了 台積電 大力光 鴻海 真頂 華通 最重要一點是什麼 第一個他們第三季的年增率 大概都比較高一點 第三季都要不錯的 第二個他們兩個的本益比都不到十倍 這麼低的本益比 對不到十倍 那股價都是一個多方形態 所以你很容易射到停損點 這是你在操作上比較安心的 你不要說我下來會不會再破底 他都沒有破底的餘力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上半年的營收年增率是二十點二 然後華通是三十一點五 那華通還有低軌衛星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兩個 很快的看一下這兩個圖 你看他的走勢 真頂尖創高 創高 但是剛剛曙光有講前面的高點是一二二 那你說一二二其實你本人家除息出了五塊錢 你把它加上去早就過高了 是不是你在這個地方給他除息出了 環圓圈他就是過高的 已經過高了嘛 那你看他這個地方 你看這一個外資 他是其實已經買很久了 不是買一天了 他一路一直買 那其實他還有一個很重要 不只他EPS問題 他還持有棚頂七十幾趴 棚頂是掛在中國大陸 他賣一點股票 他是有預註的 就是會啊 對 他貢獻他的EPS 我說如果把那個棚頂通通賣掉 假設是這樣 當然不可能 賣掉貢獻他超過三百塊 現在他才一百一十八塊 沒錯沒錯 好再看華通的部分 你看華通創新高了 華通你看一下 你看這外資買 其實最近投信也買了 那你看他股價都是這樣上去 這個都是有除過息的 所以他還原權值早就已經過高 那過高像這種股票回來 就是十日線月線這樣子 那如果強就是你如果很急啊 要買就是五日線 拉回就該去試探看看 好如果支撐就是十日線跟月線 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急要想買都沒有股票啦 我都沒有持股 那就五日線買 十日線買月線買就分三次買就這樣子 好謝謝金人大哥 那剛剛這樣講平蓋股是不是九月最香 那現在是不是開始熟了呢 可以留意先拉的是指標股 但重點是他們的第三季 至少要不錯的 因為現在大家都很擔心第三季啊 第四季啊 有很多產業是不好的 但是呢還能夠好的 大概就只能靠這一顆蘋果了 好 講到臺股的部分 有很多個股在最近幾天 反而逆勢的衝高 站上本週高點的立刻來看 也請刊委上來準備 告訴大家怎麼看待這些個股 能不能夠在下半週維持他的強勢 今天看到有佳麟 有耀華建達統一石聯義光 有些外資買的 統一石來外資大買第一名 中興電訊州 剛剛也講到外資買超 比較特別 宏達電 台心晶 臺端 這些個股站上本週高點 在個股呢 還有金像電 港頂跟台版 好 站上本週高的部分 怎麼看這些個股 下半週可以當放心續爆的嗎 我覺得還是要看到股價的一個位階 就是說位階很高的股票的話 你說下半週會不會續漲 那就看下半週 台股表現會不會特別的強 那目前來看的話 我覺得這些個股 我們幫大家整理出來 其實有一些股票 但我覺得他有一些題材性 可能有一些續強的一個空間 首先看到像宏達電的部分 我們講了很多次 他就是元宇宙軟體也有 硬體也有 那昨天他發表一個新品 就是拍電影的一個輔助的 所謂的一個整合的專案 他聽說那個新品 一套要賣五千塊美元 所以如果說真的賣得不錯的話 可能營收會有一些成長的空間 看起來是商用的對不對 商用的 就拍電影啊 網紅啊 或說電影的製作者 可能會用到這樣的一個商品 就你未來要拍這個 VR的一個電影的話 可能這一個新品 是他們會考慮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買的一個東西 他開始切入不是硬體了 開始切入軟體的相關運用了 未來會不會就是賣這種軟體的專利啊 等等的 因為他畢竟在這個VR領域深耕已久嘛 所以很多解決方案 他都拿得出來 所以我覺得可能在這個商用市場的部分 應該是有一點點看電 像高森也提到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元宇宙的大會 跟目前嘎空的題材 我覺得都是接下來 還有機會的一個情況 那再來統一史的部分 但這兩天很強 因為他是做所謂的一個食品相關的包材 那先前一段大概可以發現到 雖然說好像台灣的氣候有點降溫了 但是對岸啊 或是全球氣候還是非常的高 所以本來現在就是飲料的一個旺氣 很多人就會去買飲料 就是做那個飲料罐的那個 馬口鐵的那種 對馬口鐵的那些 就是他的一個所謂主要的一個強項 所以當中可以看到半年報交出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利多 那接下來應該在八月份九月份 整個包材還是有機會呈現旺 今天很特別 就突然衝高 然後外資居然大買第一名 對 連續兩天 對外資這邊大買 那我覺得在這樣的情況裡面 突然間衝高 我覺得就觀察一下 因為畢竟他不是那種大標股 他其實過去的股性非常牛皮 大部分走資都像這種的 可是外資這種七月份這樣偷偷吃 然後今天突然點火也覺得奇怪 對 所以我覺得這種股票 你就把它抓一下 如果我說你像這個 今天的這個收盤價 如果被跌破的話 我覺得可能短暗 你再車上你就先獲利了結一趟 因為目前對 目前來看的話 我覺得因為他量價是奇陽的 所以多方的線型還在 但是畢竟這種外資 不知道是真外資還是假外資 所以如果說一旦出現這種暴大量 而破線的時候 我覺得可能就是已經在車上了 先獲利了結 如果空手的話 盡量還是等他拉回買 會比較好一點 好 這統一石 再來看到還包括有萬泰科 玉金光 雅光 聯光 光學元件的部分 這些很強 今天真的很有光 今天表現非常的強 今天大力工其實好像沒什麼漲 對 那我覺得像玉金光的部分就開始補漲 因為蘋果手機忘記 剛剛我們這個賀東已經講過了 那目前來看的話 玉金光我覺得他的一個題材在哪裡 就是在於說 因為這邊453塊 這個下跌 就是因為對岸 我們這個最懂蘋果人分析師 會不會是盡管會盯上他了 有人就問他說 他在對岸一直發報告 然後一直在這個罵玉金光 攻擊玉金光 影響 有國安的問題 今天有人發報告 那個調降順雨光學的平等 一來一往 這兩岸都來對戰 就對了 對 所以你看他這樣一路發報告 股價真的就委屈 你看光學股連大力工股價 都回到這個相對的高檔區 玉金光反而被這樣打下來 所以我覺得他位接 就有點那種補漲的一個動人 最近你可以看到外資 今天是站在買房 而且投進今天單日大買了500多張 其實如果就金額來講 投進今天買超金額 前幾名玉金光 應該排在名列前茅的 對不對 你看金管會管一管嘛 出來沒有說要管 就是說說話而已 就可以嚇嚇人家 然後你看今天他就可以強上來 一金光就上來了 之前他說 我被這個郭大分譯師打得多慘 他營收期也是非常的好 但是你看可以看到 就是對岸這樣講的時候 你很難去反駁他 但股價最早會說謊 回到他應該多反彈的軌道 他比較貴啦 那便宜一點的光學有誰可以挑 對像這個所謂的聯翼光 因為今天是創新高 那我覺得雅光反而是在這邊 有一點補漲的一個動能 雅光 對雅光的部分 你看股價的線型 其實今天才剛突破這個季線的一個反壓 而且這邊是有出量的一個攻擊 那股價位階我覺得算不是非常的高 也就是說你可能不敢去追陽明光 先進光 聯翼光 但雅光今天剛突破季線的關卡 只要這季線能夠守穩的話 我覺得它是有一些補漲的動能 因為業績我覺得在下半年也會慢慢越來越好 那整個股價位階不高的情況裡面 我覺得可能這邊都可以特別的留意 好 這是雅光 那聯翼光的部分 你是覺得說比較不適合再追嗎 對 因為它這邊 但這邊過了這個大量的高點 它有過前幾上禮拜高啊 這邊有一個大量嘛 大量高點它已經越過 所以看起來是有點換手成功 再攻的一個情況 但畢竟它的股價從29塊 漲到今天46塊 所以我覺得是個漲幅相對是比較高一點 所以可能這幾天 它股價會類似陽明光一樣 過高就震盪整理 所以這種股票 我覺得盡量就是回到 既然這邊有一個大量的一個換手區 那我覺得回到這個大量換手區 這個長上引線的中值的部分 我覺得這邊考慮低階 可能是比較安全的做法 所以這樣看起來是 雅光比較安全一點 就有點補漲的機會 還有補漲的機會 那它是已經先衝了 它先表態了 好 這是我們看到 這個禮拜佔上 本週高的強勢光學股 是不是在下半週還可以續搶 但是呢 最近幾天七位營收公佈完畢了 準備就是要看半年報的密集公開了 現在拖到這個時候才公開的 到底是不是好的 還是說比較晚一點公開會比較不好呢 這怎麼看 所以我們要去整理出來 就是說如果它這個前六個月營收 年增率很高的話 我覺得可能半年報公佈出來 應該利多的機會是比較高的 那如果說這個營收不是很好 可能大家期待性就不是那麼高 所以當中我可以看到就是說 有一些營收還沒有公佈 那整個上半年營收年增率很高的公司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特別留意 幫大家整理這 這一頁這四檔當中 你看像山陽的部分 上半年的營收年增率是17.13 那最近法仁在五天裡面 買超了1064張 那另外中光店的部分 上半年年營收是年增18.62 那因為今天中光店 外資投信信商同買了1300多張 又補回證數 所以他反而這幾天看起來有卡位嘛 在買超過了1000張以上 那紅保的部分也是一樣 上半年年營收非常的漂亮 那半年報還沒公佈 最近法仁其實也站在買方 那陽明的部分 當然半年報在這邊看起來的話 應該有機會跟上這個所謂的長榮腳步 還是非常的亮眼 那最近法仁也是站在買方 所以我覺得這幾兩股票都可以留意啦 那中光店的部分 我覺得剛開始做一個轉牆的補漲 所以可以留意一下 你看今天他是代量往上廣告 剛剛提到的嘛 三大法仁今天是站在買方 那因為股價這邊 均線呈現糾結 有沒有 糾結之後 代量往上呈現發散 那也代表說 如果說在這個接下來 他營收表現還不錯 而且中光店本身也有元宇宙題材 另外他是陽明光的一個母公司 所以一樣的道理 就是說你覺得陽明光漲很多 你不敢追 母公司持有陽明光不錯的股份 就有這種所謂的一個母瓶子貴的概念存在 所以這邊看起來是有一些補漲的機會存在 好 剛剛的第一頁的部分看到這些 還有 如果有上半年營收不錯 然後法仁又卡位了 第二頁來看 五峰大宇茲 聯電全科 在這裡也可以挑出 你覺得會比較值得 對 因為你看到上半年營收 其實這些公司表現都還不錯 像大宇茲更誇張 上半年營收是295% 因為他有電子支付的題材 所以有點轉型 帶動他營收的成長 所以半年報可能可以特別留意 那當中如果就量比較大的話 我覺得可能聯電跟全科可以觀察 但聯電因為最近走勢比較弱 但全科的部分 因為上半年營收是25.7% 他本身做的是網通的IC通路的一個股票 今天網通業績其實相當好 所以預期說下半年 如果網通的出貨量更高的話 他下半年業績可能比上半年有機會 更維持一個成長的力道 所以看全科的一個現行 其實最近走勢我覺得也相當的強 他在這邊已經完全填息了 你看那邊股價 他已經把這個填息的缺口封閉掉了 而且補掉缺口不打緊 還佔到季線之上 所以代表現行的部分的話 除了填息完之後 還原全息 他其實已經過了前波的一個高點 代表現行架構 我覺得是一個多方的一個型態 那如果下半年的網通的一個市況不錯的話 我覺得這檔公司其實可以留意 你看最近的外資 三大法輪也都站在買方 所以我覺得可能就是在現階段來看的話 應該是有持續在網上墊高的機會 好 這我們剛剛看到 這幾檔個股當中 特別把全科雕出來 目前看起來至少上半年業績不錯 那現在能不能夠在下半年也要好 因為下半年有些可能下半年會有問題 但是網通部分 剛剛我們都講都不錯 所以反而有在卡位的 那就比較值得關注了 謝謝漢偉 那剛剛這樣講的話 我們來看看本週的高點股 站上本週高 不曉得你手上有沒有呢 這些個股的部分來看到 包括有嘉陵 耀華 建達 統一石 聯伊光 另外有遜州 中興店 宏達店 台新晶 台端 講到台新晶 今天有個最新的消息 立刻告訴大家 跟張營案說要去這個投資張營的部分 但是財政部不滿意 不高興 所以跟張營案的部分 纏送了有十七年之久的消息 今天終於落幕了 因為台新晶撤回了跟財政部的訴訟 今天台新晶股價真的是站在本週高到十六塊四五 上漲零點五五元 怎麼看這個消息 請教曙方 對啊 其實還是要乖一點 明不與光斗 那我覺得他撤回了對於整個一個張營的一個投資案 那就表示 如果他未來處理掉張營 有很多的現金流 那這些的現金流 不管他投資張營是虧錢還賠錢 你就是賣掉股票會有這些現金 那可以做什麼動作呢 我們來看一下2888的新光晶 新光晶 是不是就有機會合併了 新光晶明明一堆的利空 也慢慢盤上來對不對 雖然整個金控他的合併要很久的一段時間 才能經過整個政府的審核 但是看他們的股價好像悄悄有在動起來 那再配合到新光晶之前九塊錢 就是在國外發行的價格 我覺得九塊錢以下不變 你自己可以留意這種長線的題材 原來如此 終於跟這個張營案可以落幕 17年 有夠久 好 錢拿回來了 現在要做什麼 是不是真的 雙金合併有譜 台新金 新光金 會不會成為台灣 現在很少看到的金融跟金融之間 金控之間的整併 有沒有這種條件 至少從法人角度來看 新光金 新光金好像最近法人比較愛買 外資買超今天第七名 而且投信連續12天站在買方 表現上還蠻強的 連續幾天走高 連四紅了 是不是跟這個題材上可以聯想關係 值得關注這件消息 但回到現場則說到了 是說大家關注這個事情 就是現在全球都在打通膨 對不對 今天晚上CPI數字很重要 有關著下個月到底聯準會升息 幾碼的問題 就在全球都打通膨 打油價的時候 巴菲特這個股神 又做了這個動作 他又再買了石油公司 為什麼他要這麼做呢 待會告訴你